现在许多环保团体呼吁大家使用环保餐具 但环保餐具真的环保吗 环保餐具大多是用塑胶或金属制作的 虽然能用很久 但用久了还是会坏 若丢弃 一样会成为垃圾污染环境 而且三四年级 听讲座时 常看见动物因垃圾死亡 因此我们想研发可食用餐具 自从我认识到可食用餐具之后 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它没办法普遍 不是说好大家都要做环保吗 为什么一般店家不提供可食用餐具 反而要提供一次性餐具 后来在查资料的时候才发现 是因为可食用餐具的成本太高 所以店家们还是选择免洗餐具 但我还是搞不懂 为何可食用餐具的成本这么高 结果最后真正食做食 才发现真的很辛苦 从揉面团到烤餐具 全部都需要人力 原来做环保是这么辛苦的事 我觉得现在许多人都已经了解到了地球的问题 但好像只有少数的人真正的在实践 我们常在新闻上看到动物 因为塑胶垃圾受伤死亡 所以我们想要做可食用餐具 看看能不能帮助到他们 制作可食用餐具的过程比我想象中辛苦很多 我们也失败了很多次 当看到面团无法流程行时 心中也难免有些失落 但一想到 如果可食用餐具真的做出来了 可以帮助到地球 就有了干净